是年前才說出要修理國民黨 情緒獲准的華氏前總經莊豐佳 一起卸任特助劉桂蘭 好快找到新工作 現在傳出華氏的代理總經理 陳雅玲要提案 把他回聘為一級的主管 詳細的內容交給李沛璇 來 各位單場 今天提到我們這任前委員 聊什麼議題呢 大家還記得在過年前 這1月底的時候 這前華氏的總經理莊豐佳 之前說要修理你們國民黨 修理你們在野黨 連柯建民都看不下去 結果現在轉了個彎 當時他本人說他要自請離職 包含他的特助 這個劉桂蘭也一起下來了 結果現在華氏內部的工會 傳出了一個爆料 說他們原來今天 這個華氏正在的總經理陳雅玲 說要提個案子到董事會 要讓這個劉桂蘭 也就是當初莊豐佳的特助 轉了一圈回來 要當一級主管 聽說還要接新媒體部的總經理 那有沒有可能莊豐佳的勢力 會依然在華氏裡面繼續伸手的委員 這個其實就是昨天看到媒體新聞出來 那事實上我們也接觸到工會 他們對這部分其實是憂慮的 那最主要是因為之前莊豐佳總經理 前總經理 他在華氏的時候 其實坦白說搞得天怒人怨 然後經營效率也沒有很好 那麼當時他有一個他的左右手 我們就說他的打手好了 就是他劉特助 那他裡面其實有很多爭議的行為 其實我在想說 他如果真的再回聘變成一級主管 我在想我們在野黨一定持續追究 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他的問題很大 在109年的台語台相關節目的 一個發包過程當中 他竟然就是有委員他要先走 他讓他先打分數 評審委員 對 評審委員先打分數 不是立法委員 評審委員 因為人家還沒有做簡報 他就讓評審委員先打分數 然後就先離職 就先離開 就離開那個評審的那個場合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狀態 而且在整個評審過程當中 他還要求中斷錄音 這是一個大家所不能夠接受的狀態 你中斷錄音就是變成一個黑箱 你這過程當中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之後 還要大家改分數 所以我們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人 在華視當中當特助 肯定不適合 那麼現在走掉了之後 那麼又要把他聘回來 當一級主管 那麼我們也認為這樣子 他到底背後 到底是有誰在稱他 有這麼大明顯重大的行為 瑕疵的時候 結果新的陳總 他還要把他給聘回來 所以大家也都覺得非常的疑慮 不過對於這件部分的人事案 我們也會繼續的去監督他 因為華視接了52台之後 坦白說 現在經營的也是離離落落 並沒有把績效弄起來 那麼現在要這個劉女士 他回來接一級主管的時候 他的新媒體部門 坦白說他之前就監過了 他之前就是一個代理的一個經理 那麼在這狀態的時候 他的整個績效達成率不滿六成 所以事實上他的績效也不是很好 我們想不出來有更好的理由 那個華視總經理 一定要把他給聘回來 當作一級主管 而且之前工會他們也反映 之前在有關於勞工權益當中的時候 這位劉女士其實也是非常的沒有Sense 是完全在打壓工會 打壓員工的一個相關權益 委員你剛剛講到說 其實關於這個標案的事情 評審委員事情 其實他後來有被寄了申戒一支 又沒有關係 因為包含你剛剛講到 他就算即便在開這個勞資雙方的會議 他可以打擊勞方 也都沒有問題 你自己剛剛也講到說 他之前就接過相關的新媒體的一個職務了 我們就不禁想問到底是非他不可 還是非他背後的那個人不可 其實這也看到的是 這可以放大 無限放大到 現在目前只要是這個範綠的綠遊友們 其實都是這樣的狀況 繞了一圈升官升更高 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大家 就是我們在看綠營的狀態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碰到問題的時候 那麼假裝退一步 先退下來之後 然後沒有多久又要升高了 就像之前交通部長 現在好像也說他又再出來 再選台北市長 這不同的一個聲音出來 那現在華視裡面 這樣一個專業經理人顯然不適合 如果說連專業經理人 都是政治考量去看 他背後到底有什麼政治勢力 在撐他的時候 那我們真的覺得 所謂的華視媒體專業 完全就被踩在腳下 被綠營的這些人給迫害殆盡 非常感謝委員寶貴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當52台被拿走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是對於誰要新的接手 我們已經接受了 並且也給予最高的祝福 當然也希望在新接手的對象 他們對自己的牢方 是能夠充分照顧的 畢竟在過去52台的中天 對於牢方是非常照顧 但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就是連工會都不滿意 這樣一個新的一級人選 一級主管的人選 剛講到她是誰 她就是莊豐佳前總經理 她的特助劉慧蘭 現在轉了一圈 一個過完年 馬上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無論在今天新的這個代理總經理 陳雅玲 會不會真的跟董事會 去做這樣的提案 還是讓我們看到了 不光只是這一個華市相關的人事命令 甚至無限放大到整個蔡政府的 綠郵友們或是民進黨相關的 其他有關係的企業 是不是也都是這樣子 只要繞了一圈 又可以關身更高 但是實質上到底有沒有聽聽 實際勞方或是工會的意見 這個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彭 請看